第五千一百三十五集 声音落下 一临渊一挥手 带领着浩浩荡荡的魔神大军 向着仙狐宗杀去 此时此刻 他继承了原始魔主的意志 感受到了永恒的伟大 虽不说改变信仰 但对永恒之道 的确是接纳了许多 那几个使者看到一临渊 居然要杀去仙狐宗 即使惊骇得无以复加 要变天了 仙狐宗内 叶辰和古风雨正在观摩剑碑 默默地参悟着 叶辰从剑碑之中 窥见了无数剑神的影子 自身见到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其中最能引起叶辰注意的 就是吴红神剑 当宁试着 吴红神剑影子的时候 他仿佛窥视到了背后的天机 看到另外半截 吴红神剑的下落 吴红神剑断为两截 其中半截在叶辰手里 另外半截却不知所踪 如果能得到另外半截 吴红神剑恢复完整 那将是一把绝世之剑 毕竟吴红神剑 是用原始魔主的尸骨 铸造而成 锋芒极其伶俐 还曾经是红军老祖的兵器 若是能执掌吴红神剑 或许能够更进一步 窥见古老的因果奥秘 然而吴红神剑背后的天机 非常复杂 叶辰就算窥见了剑影 短时间内 也难以破解背后的奥秘 另外半截吴红神剑 到底在什么地方 叶辰暗暗地嘀咕着 吴红神剑太神秘了 想获解因果的话 光靠他自己有点困难 可能要请任非凡和爷爷出手 正思索间 叶辰骤然感到 强烈的魔道气象 向着仙狐宗侵蚀而来 仙狐宗神袭喷勃的天空 此刻变得漆黑灰暗下来 隐隐约约 有魔神怪物的咆哮声响起 整个仙狐宗上至宗主仙狐老人 下至普通杂役 都有一种莫名的经济 所有人抬头看着天空 感受到那磅礴的魔道气象 均是不安 这是原始魔主的意念 永恒的法则 叶辰瞳孔收缩 都不用仔细感应 立即就捕捉到了 浓烈的因果波动 原始魔主居然将永恒的意念 传给了叶林渊 并召告天下 这一刻叶林渊成了永恒天尊 是新的魔神主宰 贤狐老人 别来无恙啊 哈哈哈哈 一道大笑声响起 只见一道魔气磅礴 如君临天下般的狂傲身影 率领着万千魔神 从天空中降临下来 正是叶林渊 叶辰看到叶林渊来了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一片凝重 叶林渊身后的魔神里 有些是来自 失落时空的永恒魔族 让叶辰感到非常的熟悉 不只是永恒魔族 诸天魔神怪物 都归顺了叶林渊 奉他为主 叶辰 你这小子 也在仙狐松吗 真是再好不过了 叶林渊目光扫视全场 一下子看到叶辰和古风雨 还有那块剑碑 不由地笑了起来 仙狐松上下的强者们 顿时戒备 仙狐老人飞了出来 满脸凝重 无比警惕地 盯着叶林渊道 叶林渊 你居然继承了 原始魔主的意志 叶林渊大笑道 没错 我就是万世永恒的主宰 你们仙狐松的剑碑 我很有兴趣 交出来吧 我饶你们不死 声音落下 叶林渊大手挥出 向着那片禁地竹林 笼罩而去 要直接夺取剑碑 叶辰和古风雨 感受到叶林渊 那磅礴的掌势 急忙抽身飞退 眼看那剑碑 就要落在叶林渊手中 仙狐老人哼了一声 猛然祭出一把飞剑 隔空向叶林渊斩去 贺道 叶林渊 在我仙狐松的地盘上 还轮不到你嚣张 飞剑如垫 夹杂着灵力的声势 甚至还有仙狐松的地脉气息 极其灵力 叶林渊哈哈大笑 却是丝毫不惧 我如今身化永恒 你们仙狐松 如何是我的敌手 给我破 说话间 叶林渊骤然拔出修罗剑 一剑挥出 魔气喷勃 争的一声 居然斩断了 仙狐老人的飞剑 什么 仙狐老人大惊失色 只感到叶林渊的威势 比以前厉害了不知多少 他完全无法抗衡 顿了顿 仙狐老人大叫道 速速开启守护大阵 诛杀此聊 他深感叶林渊的强悍 如今唯有开启守护大阵 方可有一战之力 叶林渊黑黑一笑道 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借用剑碑几天 又不是跟你们生死决战 我拿到了剑碑 自然会离去 说吧 叶林渊便绕过仙狐老人 亲自飞身下去 手掌向着剑碑抓去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夺取剑碑 从而窥探另外半截 吴弘神剑的所在 在没有恢复肉身前 他并不会攻击仙狐宗 也不会攻击叶辰 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仙狐宗上下的强者们 看到叶林渊想夺走剑碑 皆是大吉 那剑碑是仙狐宗的至宝 传承了不知多少纪元 如果被夺走 仙狐宗气运崩塌 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看着叶林渊那凶猛的模样 却是无人胆敢靠近 即便是宗主仙狐老人 都无是叶林渊的敌手 此刻的叶林渊继承了 原始魔主的意志 修为无限接近先帝 实力太强横了 给我住手 古风雨眼看叶林渊要夺背 情急之下挺身而出 拦在了叶林渊面前 小家伙 凭你也配阻拦我吗 叶林渊一声冷笑 手掌一番 击在古风雨的胸膛上 古风雨肋骨爆裂 鲜血狂吐 栽倒在地受了重伤 这是叶林渊留守了 因为她还需要古风雨活着 才能解开修罗剑的印记尽致 否则的话 在她一掌之下 古风雨岂有活命的可能 看着倒在地上的古风雨 叶林渊手掌一抓 就将古风雨抓到 自己的体内世界里去 直接俘虏 古凶 叶辰看到古风雨被一掌击倒 甚至被叶林渊俘虏 内心大振 而且 那剑碑她还没有感悟完毕 也绝不能让叶林渊夺走 危急之中 叶辰咬咬牙 就准备燃烧轮回血脉 拔出人黄圣刀 拼死一战 然而这个时候 轮回墓地有一块墓碑 剧烈地震荡起来 而后 一道灰红磅礴 大际无敌 苍老的身影 从墓碑里生腾而起 并现身出来 在叶辰身后浮现 谁敢在我仙湖宗的地盘捣乱 那是一个无比威严的老者 修为深不可测 与仙湖宗地脉契机相连 一现身出来 整个仙湖宗的天地都震荡起来 天空大地无穷霸荒 无数道剑气呼啸而来 铺天盖地 向着叶林渊斩杀而去 叶林渊大惊失色 急忙抽身飞上高空 手一招 足足十数万魔神飞过来 形成黑压压的潮水 挡在他的面前 那铺天盖地的剑气 斩杀而来 将那十数万魔神全部斩尽 才最终消耗掉了气息 化作无形 叶林渊惊出了一身冷汗 幸好他手下 有着亿万魔神抵挡 否则的话 他要直面那老者的威严 只怕是危险 叶陈身后的老者 身影虚幻 显然是神魂状态 但神威丝毫不解 双眸呈现重铜的姿态 绽放紫光 如天地日月 仙湖老人 古风雨 还有仙湖宗 上下的强者们 看到那老者身影 皆是大声惊呼 齐齐叫道 祖师爷 这个子墓 重铜老者 居然是仙湖宗的祖师爷 紫环大帝 叶陈感受着 紫环大帝的气息 也是彻底震惊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轮回墓地 新觉醒的大能 居然就是 仙湖宗的祖师爷 紫环大帝 小家伙 你就是这一世的轮回之主吗 果然 英姿雄伟 卓越不凡 斩家百道 你是万古第一人 紫环大帝低头 看着叶陈 感受到叶陈的天赋气息 也是赞许点点头 顿了顿 紫环大帝又道 你借我的力量 速速诛杀叶林渊 此人继承了永恒意志 若是被他恢复肉身 那就不好办了 说吧 紫环大帝将自身的灵气 全部灌注到叶陈体内 煞世间 叶陈气息暴涨 如有神柱一般 眼瞳里也是绽放出紫光 脑海里多出了 许许多多的剑道感悟 当年紫环大帝 也是修炼剑道 极剑崖上的天罪剑痕 就是他留下的 天罪剑意 斩天九剑 圣王霸者 叶陈一声爆喝 猛然 宁钢化剑 一剑向叶陵渊 斩杀而去 这一剑是斩天九剑的 第六剑 名为圣王霸者 叶陈观摩剑碑 此刻又得到 紫环大帝的助力 斩天九剑直接突破 领悟到第六剑的地步 而且这一剑 圣王霸者 还是以天罪剑意催动 在天罪剑意的催动下 叶陈这一剑 宛如是世间至高的 霸者降临 夹杂着无穷的天危神法 炸起雷光赤烟 裹卷着无数天罪劫难的气息 狠狠向叶陵渊斩杀而去 叶陵渊大害 在紫环大帝的加持下 还有仙湖宗地脉气韵的加持 叶陈这一剑 简直是无敌 连他都感到了窒息 该死 轮回之主 你只会借用别人的力量吗 叶陵渊震怒 举起修罗剑 勉强挡架 但叶陈剑势太猛烈了 一剑劈杀下来 他竟有点抵挡不住 在巨大的剑力冲击下 身躯连连后退 身后诸多魔神怪物 更是被撕扯成了碎片 其实如果在外界 就算叶陈有紫环大帝的助力 也未必能够击退叶陵渊 毕竟叶陵渊继承了 原始魔主的意志 实力提升太多了 但这里可是仙湖宗 是紫环大帝的绝对地盘 优优独播剧场